仔細刮鬍子 擦擦臉 連展開幕這天 江永續打理的乾淨整潔才出門 挺懷疑啊 他有這種機會可以開畫展 進入會場 看到自己跟其他商友的畫作展示 內心無比喜悅 其中這幅 他畫自己座輪椅走出戶外 手比著遠方 未來無限寬廣 他接觸油畫的過程當中 當然是非常的辛苦 因為什麼都不會 必須要從頭學 有這樣的一個成果 也非常的不容易 雪花四年 是江永續人生的轉捩點 回想過往 19歲受傷癱瘓 每天過著臥床 看天花板的日子 直到台中刺激醫院團隊 但是患藥 生活開始不同 那時候說躲在家裡十幾年 現在就 實驗還有十幾年 他們還有檢驗長 他們把我拖出來 福建 打開新房 重新接觸社會 江永續翻轉手心 受政成為刺激志工 人難免都是受傷 之後會心情比較低 都會走不出去 就是跟他們關心 加油打氣這樣 走出生命幽骨 江永續要把這份愛 分享給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大愛新聞台中綜合報導